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防守步伐和进攻步伐上去练习 防守步伐主要分被动阶调 阶杀和后场的被动步伐 现在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防守步伐 防守步伐相对进攻而言重心会略微低一点 但是更主要的是要集中精力 同时要根据你出球的位置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站位 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下节课我将教大家进攻步伐 敬请期待 联邦快递使命必达